敏捷剛看到拜登在圍堵中國大打貿易戰的同時 美飛也準備在南海 而且是距離台灣非常近的地方進行軍演 對這個美國日本菲律賓最近不只透過外交 那來進行這個加強結盟的關係 緊接著你看到軍事動作就出來 那最近那一連串包含像 其實菲律賓美飛接下來有肩並肩的軍演 那其實日本海上自衛隊也宣布說要組成 歷來最大規模的印太遠征艦隊 進行印太的這一個對盟友力挺的行動 那這些一連串的軍事演習 那我覺得除了力挺菲律賓在南海對抗中國之外 我覺得在時間點跟空間上面 其實我們值得觀察 就是說我認為也在為台灣的520前後 中國可能藉機挑釁在做一項預防性的部署 那我們先談美飛肩並肩的軍演 其實從去年就已經受到外界矚目 那今年當然更是重頭戲 那4月以來美飛不只是空軍 那雷霆對抗的演習結束 緊接著美飛的陸軍 尖盾2024演習也持續進行 那接下來4月22日就下週開始 要這個到5月5號將近半個月的時間 那雙方的陸戰隊要動員1.6萬名的兵力 來進行這個大規模的聯合軍演 而且今年那談到說要首度進行聯合奪島軍演 那過去來講他陸戰隊可能著重於這一個防衛 那對於外島並沒有直接進行聯合演習 那這一次也再度提到說過去非常熱門的 這一個台灣跟菲律賓中間的巴丹島 可能也是這一次涵蓋的演習範圍 那我們知道巴丹島重要的位置 未來如果真的台海有事 美中絕對會把這為 視為這一個重要的一個戰術地點 必須要掌控 誰掌控巴丹島誰就能夠遏制巴斯海峽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要嚴防中國 可能藉機來這一個可能 台海有事的時候來奪取巴丹島 所以這一次聯合的這個奪島演習 可能這個地方就是他的重點 第二個就是說這一次也有進行 美飛聯合一項叫實彈集成演習 集成演習過去來講只有在 這印太地區的話就是環太平洋軍演 每兩年會進行一次 那現在把他拉到連菲律賓聯合的軍演 也要進行透過這個海馬斯多彎火箭 那來進行對這個實彈的 這個實際的把船進行集成 那這個部分其實去年已經有 這個略為輪廓出來 那美軍有可能會透過 譬如說MQ-9B直接進駐到菲律賓 然後或者是動用F-35B 在空中直接進行 這個目標的這個感測跟定位 最後甚至導引M-14兩支 現在陸戰隊最新的一個攻擊的方法 那如果F-35B出現 背後也代表說美軍的這個 兩棲突擊艦 美利監號也有可能會參加這場軍演 那聯合多島演習 除了剛剛講到說 可能巴丹島之外 當然這個去年 今年年初開始 這一個在仁愛礁的這個位置 那也這個 這個美國 非菲律賓跟中國之間 雙方你來我往 當然也在預防準備 如果今天這一項演習也在展示說 如果這個中國敢動仁愛礁的話 那美飛有可能啟動共同防疫協定 那這個仁愛礁就有可能成為 這個聯合多島的這個目標 那同時在火力部署的部分 這一次我們看到如果單純兼併金 因為他是陸戰隊的演習 那第一個 當然兵力的部分 他的這個濱海作戰團 可能拉到這裡來 那另外同時 我們剛剛講到M-14兩 海馬斯多彎火箭也會進駐 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先前這個美國的陸軍 已經在4月11號 就把這個透過C-17運輸機 把提風中程飛彈系統 那射程可以到1500公里 涵蓋整個台海南海的這一套 中程打擊的這一個飛彈 把他進駐到菲律賓 為什麼這麼早就進駐到菲律賓 其實他是屬於陸軍的 那如果你要看 他先前尖盾的陸軍的聯合演習 4月初結束第一階段 結果他現在傳出還有第二階段在6月 為什麼做完之後還要再到6月 然後再做這樣的演習 然後同時6月既然要這個 來測試所謂的這個提風系統 為什麼現在4月就進駐這樣的飛彈 但無非中間我們看到時間點上面 中間剛好過渡台灣的520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是在相對做相關的應用跟準備 那我們看到美飛聯合軍演 很多的美軍的兵力 其實是從日本的駐日美軍機力 包含像沖繩拉過來 所以你看昨天為什麼剛好也有一架P8A 通過台海 其實P8A就是部署在這個沖繩 那先前前兩年的經驗 還有看到 那美國也藉這個機會 譬如說MC1300J 陸戰的特戰機 那也會飛越台海 甚至他部署在沖繩基地 你前一陣子他才進行這個 又這個大象走路 包含像F20 F35都已經部署在沖繩 那近期可能也會南下 那同樣會通過台灣台海周邊的空域 其實這都在做相關的 有關台海防衛的演練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強調說 不只是看點是美飛 這個兵兵兵兵演習 是對抗中國在南海的挑釁 其實也是在因應台灣的520 那同時日本的海上智慧隊 宣布要組建 歷來最大規模的印太遠征艦隊IPD 然後對這一個印太的相關的盟友跟國家 進行相關的軍事交流 那這一次也是首度 那由這同時兩艘出雲級的 這個出雲號跟家賀號 來這個單剛 率領四個戰鬥隊 那中間的組成 其實還包含像最新的摩顏級的 日本的神盾艦 還有最新的最上級的巡防艦 另外還有像春雨級等等 總共水面艦是六艘 但是水下他也這一個保留 說有可能有潛艦跟隨 可能一到兩艘 同時空中有這個P1的反潛機 總共機艦大概有十艘 十艘跟持架式以上 那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組成 他時間點也非常敏感 因為我們觀察他講到說這一次 整個這個印太的部署會長達七個月 那地點非常的遠 除了菲律賓訪問澳洲 甚至會去訪問印度 也就整個南海到印度洋 甚至接下來回頭 會進入南太平洋的這島國家 那最後也會參加在這個今年可能夏天的 夏威夷的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最後甚至會抵達美國西岸 因為我們知道中間這一個中間要改成 等於說由F35可以這一個直接部署的 這個加賀號跟出雲號上面 其實甲板改裝已經完成 但是第二階段還有一個叫JPALS 精準的著陸系統 這個部分非常有可能到美國加州去加裝 那整個繞一圈 其實時間點我們觀察 第一站非常有可能就是菲律賓 那出發時間是5月3號 你看5月3號先前 他這個日本才跟美軍的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 近期從一路在東海的北部 跟美日韓三國連演 那接下來最近在東海的南面 美日又繼續連演 所以這樣的一個IPD的一個印太艦隊 出發時間點我認為有可能會在第一島鏈外 也就是說會持續的聯合軍演 一路開拔到菲律賓 而這中間過渡的時間就是台灣的520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認為 美日都已經早在預作佈局 那我們剛剛談到美國的兵力 那除了在菲律賓進駐這些中程飛彈 那對中國有非常強大嚇阻力之外 剛剛講到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 在這個時間點我認為520前後 應該都會在台海周邊活動 那同時在520之後 如果觀察一段時間沒有問題 會再進入南海 另外一支航母艦隊CSG 這個卡爾文森號 現在也傳出說他先前回到夏威夷 那非常有可能留在夏威夷 那進行這個今年的環太平衡軍演 中間單人主角 因為過去幾年幾次的環太平衡軍演 大概最近都是由雷根號 當然雷根號因為他現在要返回美國的西岸 去做這個整個中期的這個 不管是荷蘭料或者是性能提升 那換華盛頓號會可能在今年進駐到 前進部署到日本的橫須賀 那另外還有一支值得觀察就是林肯號 林肯號最近在美國的西岸在進行一項測試 因為他加裝了這個公洋飛彈 那過去來講航艦上面 他進破防禦系統 那主要就是這個方針快炮 那或者是用海麻雀 那最近因為在鴻海 美國的艦隊 這遭到這個不管是青年軍 這些所謂無人機的騷擾 所以現在加裝公洋飛彈 最近試射就是為了應對 未來無人機這些所謂進破 攻擊的可能威脅 所以我們觀察520前後 基本上可能至少會有三支 美軍的航母打擊群 加上日本的雙準航艦 都會在台海周邊 那提高可能用聯合軍演的方式 再進行警戒 那台灣的部分 緊接著我們看到這幾天 不管神功神音甚至雷霆演習 那實彈射擊都非常的精準命中 那不管APA7或H1W 甚至像這一個雷霆2000 陸箭2等等 這些都展現我們的這一個防空的能力 那還有包含像明天開始 漢光40號的電腦兵器推演 透過這個J-TOS這一套系統 那要進行所謂模擬台海作戰的攻防 這些其實都同步在配合 包含像美日飛在進行聯合軍演 在應應台海情勢可能升溫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